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有印度媒體拍攝到獨家照片 揭發出原來解放軍在中印邊境的秘密武器 竟然間就是關刀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印度媒體今日印度的報導所說 解放軍試圖靠近印度一方實際控制線附近的前沿陣地 根據圖片顯示 解放軍所守持的武器似乎是一支木棍 然後再加上刀片製成類似關刀形狀的物體 報導還提到 說老解手持著這些所謂關刀 顯示他們有打算和印度軍隊發生近距離衝突的動機 儘管這些關刀長矛在其他戰場上並不常見 但是 這個印媒就說 在老解手持著不足為期 因為中印在上世紀90年代曾經立下協議 明確規定在邊境對抗的時候 不准使用熱兵器 以防止發生致命的事件 甚至乎將衝突升級成為熱戰 其實在六月的時候已經玩狼牙棒出事了 現在又沒有什麼關刀 唯一可以證明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較早之前 什麼西藏軍區搞了實彈演練 證明得到 根本上那堆東西是虛張聲勢的 純粹是製造一個震懾效果出來 不是真的要搬上戰場用的 因為一旦搬上戰場用的時候 雙方就肯定會爆發熱戰 中印邊境衝突走到目前這個地步 大陸仍然是想著玩這些什麼關刀 這些冷兵器的東西 就證明得到 他仍然是想把衝突 維持在一個可防可控的狀態就算了 沒有打算把這東西升級上去 而印度方面我相信也是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根本上中印雙方 他都沒有一個十足的把握 在中印衝突當中贏得到對方 如果是有一個非常大的軍事優勢 在隨便一方的話 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膠著狀態 而雙方還會考慮一件事 就是在這一場沒有十足把握的衝突當中 萬一是提升上熱戰的層次的話 而下一個不幸運 下一個贏不到 甚至乎是輸了 其實雙方都承擔不到後果 印度一方就不用說了 若然在高原地帶也輸了 那線一退下去 就很近身得利 很近首都 之前我們也分析過這件事 但萬一大陸輸了 更加是為面子有關的事情 對吧 嘩 對付印度也不行 這樣到其時 他便要面對更多軍事威脅 所以 與其是這樣 大家不要揭底牌 總之雙方繼續叫陣 繼續把衝突維持在可防可控的狀態 各取所需 印度方面又拿到他所要的東西 比如說印度總理莫迪借著這一場衝突 提升到印度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 然後提振他的所謂印度製造的計劃 他是拿到很多東西的 又可以使得印度人罷買中國貨品 諸如此類 他是實踐了很多他想做的事情 反正我的研判就是 中印邊境衝突只會長期維持著這種膠著的狀態 是不會貿貿然 將層次提升到熱戰的級數 因為雙方都背不起他的效果 接著再講一下本地的情況 這個護苗基金會長蕭芳芳 近來被網民批評得很厲害 為甚麼呢? 正正因為他的身份問題 他身為護苗基金會長 大家都知道星期日發生了一件事 12歲的女童被警察壓制 拘捕 當然後來是放出來 但這件事就叫做揚威國際 很多國際媒體都有報道 好了 他身為護苗基金會長 很多網民都質疑 到底你護苗護去哪裏去呢? 為甚麼可以對於這些事件 坐視不理 完全是不法一言 是吧? 好了 他不法一言 也不止 原來今天還有一件消息 出來了 就是說他去了一個檢測中心 就叫做偶遇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而且雙方還滿面笑容 互相批爭 代替握手 這張相片放在網上以後 網民批評的聲音越來越激烈 就說他身為護苗基金會長 似乎沽名釣魚了一點 完全就著他自己應該發聲的範疇 就不法一言 反而去了做全民檢測 其實蕭芳芳被網民批評都不是第一項 在2017年的時候 他還拍片力撐林鄭月娥競選行政長官 當時又稱讚林鄭如何接地氣 已經惹來了很多網民的憤怒 當然 這次批評他的聲音更激烈 實際我自己認為 既然他也說自己是護苗基金會長 就著這些國際事件 不是地區事件 很多外國媒體都有報道 也不只是英美媒體報道 甚至乎南美洲媒體 東歐媒體都有報道 這是國際事件 就不可以說那些英美媒體 一起整理你了 而且這件事的本質 又牽涉到跟兒童有關 護苗基金的宗旨正正是要關外兒童 吃正你那飯 那你都可以不出聲 你說回半句公道說話也好 那就沒有 反而走去全民檢測中心裡做檢測 又說跟張建宗司長偶遇 然後做一張合照 你很難怪那些網民會有情緒 對吧 你怎樣互瞄 另外一個人 又是有些網民批評他 這個反而聲量比較少 批評他的聲量 這個被批評的對象 就是許安華導演 實際我也覺得這位許導演 被人批評就無妄之災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許安華最近去了威尼斯影展 並且獲得頒發終身成就的金師獎 他就被記者問到他 怎樣看香港的社運事件呢 許安華就這樣回答 他說 如果不能從他的作品當中 推斷他對政治情況的看法 他就認為 拍攝這麼多年電影 就有點徒勞無功了 他還說到不評論太多會比較好 因為牽涉到大陸公司投資他的電影 在拍攝上已經給予了他的自由度 加上電影的審批過程 比他預期當中剪得比較少 他明知道有困難 但相關方面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和支持 有些網民就批評他 你許安華為了拍戲 為了獲獎 那就不敢表態了 反而許安華 我就覺得你不應該批評他了 從他這個對答當中 他沒有表態 但其實已經是表態了 就是告訴你 因為牽涉到大陸的資金 所以他就是有自我審查 他講得明白給你聽 已經是表態了 即是告訴你他不方便說 你還批評他這什麼呢 他有沒有因為大陸公司投資他的電影 走去跟譚詠麟一起撐警 他沒有這樣做 我就覺得這些批評有多少是塔利班式 為什麼這樣也要批評呢 他這樣的對答 其實已經是告訴你 答案 你還想他講成怎樣才行 你沒有理由要求或期望一個電影導演 好像快必這樣重複 把口號說幾百次才是表態 更何況就是 他正正的身份就是一個電影導演 他不是從政不是政客 他也應該要有一個不表態的自由 那你說蕭芳芳也應該有不表態的自由 那你為什麼覺得他應該值得批評呢 他不需要就政治的議題表態 他是需要就關愛兒童的範疇表態 他沒有表態之餘 還跑去做全民檢測 然後又說受什麼偶遇張建宗司長 這就是肉酸 但是 許導演就不一樣 他幾乎都暗示給你聽 是有難言之隱的了 那就不要窮追猛打了 更何況他上一趟拍電影的時候 都找了葉德閒去做主角 那套明月幾時有 當時已經是2017年了 是經歷了2014的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當中 葉德閒也有表態 是吧 去到2017年 許安華導演都夠膽 起用葉德閒 難道這樣還不夠明確嗎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